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首次提请审议 哪些新看点备受关注 我国互联网用户量 已达9.4亿 大数据时代 怎样扎紧个人信息保护的篱笆 央视财经评论 稍后开评 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话题 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 个人信息安全 大数据时代 个人信息保护的薄弱 始终是一个隐痛 每个人的数据信息 在每个环节 都有可能被不当收集 储存利用和非法交易 那这个问题到底 能不能够解决 怎么解决 我们今天欢迎两位嘉宾 加入我们的探讨 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硕士学院院长 许申健教授 一位是央广财经评论员 王冠 欢迎两位 那其实关于 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措施 这几年都在陆续的出台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信息裸奔的状况 公众更加期待的是 相关的立法 昨天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 关于提请审议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议案 那如果最终获得通过的话 将会是我国数据领域的 基本法律之一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草案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 根据草案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 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 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 个人信息的处理 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存储 使用 加工 传输 提供 公开等活动 草案确立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 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 要求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 取得个人同意 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意 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 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 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草案设专节 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做出更严格的限制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 和充分的必要性的情形下 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并且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或者书面同意 草案设专节 规定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则 在保障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同时 要求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 大数据应用为联防联控和复工复产 提供了有利知识 为此草案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或者紧急情况下 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 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情形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 在上述情形下处理个人信息 也必须严格遵守 本法规定的处理规则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这份草案可以说是公众期待已久的 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进行这样一个立法 许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 它的现实意义和可以发挥到的作用都是什么 当然就是这样的一部法律 现在公众和业界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有一句话把它叫做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里程碑 它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第一点 就这个立法它回应了公众的关切 因为在现在公众的权力意识非常的敏感 但是由于在互联网时代 公众的隐私个人信息又很容易被侵害 那么这样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 基于现在的各种各样的那些非常恶性的侵害 公民个人信息的这样的案例 及时地出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保护的草案 所以它是非常正面的回应社会的需求 我觉得第二个值得肯定的地方 就是它健全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它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告知同意 这样一个适用的一个规则 还有它确立了什么叫个人的敏感信息 那么它具体适用的时候 有一些规则它都是非常的正面的 就具有很强的一个操作性和针对性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草案中的具体内容 我想问问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 普通的用户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期待 最直观的一个感受也是困惑 就是个人数据 个人信息到底是谁的 对 全属问题 对 这个也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理清产权来打造数据的要素市场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 那今天全国和全球的目光都在聚焦深圳 对不对 这个我们40年来深圳发展的伟大的成就 那我看到的最新的数据截止到8月底 深圳有多少个5G基站呢 超过了4.6万个5G基站 那说明在咱们这个深圳新基建发展的非常快 我们想一想在4G时代 咱们进入4G时代大概有6年的时间了 大家已经觉得我的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 有一些短板 各种信息泄露已经不胜其烦了 深圳4.6万个5G基站全面铺开落地之后 意味着整个深圳和全国 那今后我们每个人各个领域生成的数据 会比4G时代多太多了 对这种信息的高速公路高铁就全面的升级了 那么同样我们看一看在不久之前 就在这个11号 那么深圳的整个的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特别强调了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率先完善数据的产权制度 对吧 我们整个的和个人有关的互联网消费数据 那么肯定我们本人 那与此同时还有企业呢 还有这个服务 具体产生服务的企业 我叫个车呀送个餐呀等等 另外一方面还有运营商呢 虽然我们交了电话费和数据费 对 同时还有云服务平台呢 来保管这些大数据 所以积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个产权理清之后 才有可能把它价格化 把它市场化 把它法制化 没错 那像许教授 除了王冠刚才提到的 大家都很关心的 个人数据的全数问题 类似于这样的难点 这次草案中 是怎么样去针对性的设置的 它要解决哪些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它之所以出台 这样的一个 针对一般法的特殊法律来讲 就是首先跟这个数据权利 跟数据财产的性质有关系的 首先呢 回来网上的信息是海量的 那么海量的话 如果说你不加以特殊的机制 加以规制的话 就非常的困难 另外它的种类也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个人的一些 特殊的信息 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些 健康宝 包括我们现在在网上购物 各种各样的信息 就是它的种类也非常非常多 规制起来就比较困难 就传统的民法典 所规定的一些相应的权利 在传统的社会框架之下 规制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网络社会的话 它有各种各样的特点 那么这个权利 数据权利 数据财产 它具有特殊性 所以规制起来比较复杂 另外它的存储也是一样 那么像我们一般的权利 像房产各种各样的 它都是非常有形的 或者是无形的 但是它这个存储的话 可能是在云端 它既有物理空间 又有云上的空间 所以处理起来就格外的复杂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 网络社会的特点 数据权利的特点 个人信息的特点 所以出台这样一个 专门的法律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它是应运而生 没错 它是符合社会的需要 对 特别有必要性和破解性 对 那我们说到 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咱们个人信息保护的 第一要关注的 就是手机了 那智能手机上 有众多的APP 似乎都很聪明 而且很贴心地 知道你的想法和需求 它会实现一些精准的推送 那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其中有没有一些风险 我们来看看 此前记者做的调查 北京的院先生最近有个疑惑 和朋友只在线下闲聊过的东西 第二天就出现在 自己手机应用的推送里 这不给我 是 一夜早 咱们说是一夜早 然后过了一天 我就刷到了 就是关于一夜早的推荐的视频 我就觉得很惊讶 我说那你怎么可能 对吧 我除了说 没有任何搜索记录 你就给我推荐 过于精准的推送内容 并不是院先生一个人的感受 有的APP 就你要用它的话 就要什么把通信录 什么信息都授权了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授权这些信息 输入自己的手机号 然后发送验证码 这些之类的 然后第二天 或者过一天 就会有不知名的一些电话 给你打进来 给你推销一些东西 8月底 工信部对外通报了 2020年第四批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名单 多个应用软件 存在违规收集 个人信息的问题 其实这些年 随着四部门 APP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 专项治理工作的推进 国内的很多APP 大都建立了 要求用户授权同意的机制 但是事实上 现在还是存在着 这个强制你去同意 或者说默认你去 同意的这样一种情况存在 那很多包括说 现在人脸识别领域 更是这样 悄无声息的 就获取了你的 相关的一些信息了 那许教授 这一次的草案中 针对这样 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些情况 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规定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能不能得到彻底的一些治理 我觉得主持人 你讲的这个 你说的这个问题 也非常的好 它确实反映了 现在这个社会的特点 就是因为现在 对于我们 包括人脸识别 包括一些强制性 让用户的话 必须潜下的 像卖身器一样的 主要是这个地位 是不平等的 对 因为我们要假设 任何个人 任何组织 在利益的面前是利益 也就是说 他任意的 不加限制的 搜集客户的信息 或者让客户 闲下所谓的卖身器 它符合鞋的利益 对 你大个人就用不了 这项目 对 用不了这项目 反正我搜集以后 对我没任何坏事 只有好处 所以说 这部立法 我们根据 不同的性质 如果是确有必要的 比如说 像互联网医疗 像有一些 需要特殊加以限制 跟敏感的信息 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让公众的话 需要同意 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 因为有的一些 像网上一般的一些服务 只要同意 没有什么太坏的 一般的限制就可以了 有一些的话 干脆就跟这个 没有什么关系 干脆也没有什么限制 有一特殊的行业 包括电力之类的 它不需要 多少个人的信息 所以你同意就同意 所以我想 这部法律的一个 最大的优点 它是分门别类 根据它的需要 它其实说到底 原来我们想就是 像个天平一样 完全可能倾向于 大的企业 大的互联公司 那现在的话 它权力需要一个平衡 慢慢的话 通过这样的一步立法 让唤起公众的权力意识 掌握这个平衡 这是它这个 关键除了采集方面 其实大家 这个不对称的另一方 还不知道 它拿了我的信息 干什么去 所以这个处理方面 就很重要 所以它可以 非法的储存 非法的传输 非法的买卖 而我们的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现在 感到就是 有背后 有一双眼睛 不安装感 不安装感 那就是说 完全被它所操控 从它所俘虏了 这个完全 我们没有任何的幸福感 有被欺骗感 所以我们要明明白白 做一个幸福的 心安的 是吧 这样的一个 有尊严的一个消费者 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上个月有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两位 有没有注意过 刷屏了 叫一部手机失窃 引发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战争 是一个类似于程序员 还是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 他的手机丢了之后 就被人盗用 一系列的信息 就被人盗用了之后 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 所以进入到 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们刚才说到了 还有像人脸识别 这些新的一些信息的 这种采集之后 你觉得我们现在 面临的挑战 是不是又增加了很多 我觉得首先 从个体的挑战来说 就是我们和 这些大数据企业 或者说互联网巨头的 一个技术能力的不对称 另外我觉得刚才张琳 谈到挑战这个词 特别重要 实际上我们在看到 世界各国面临着 大数据时代的 这个治理体系 也都是很直观的挑战 就在上周 美国众议院的 反垄断调查组 把这个Facebook 亚马逊等等 四大巨头 包括苹果 都叫到国会来开会 说我们调查了 你们一年半 你们现在涉嫌垄断 我们听一听亚马逊 就美国版的电商巨头 它是怎么自我辩护的 它说我没垄断 全球的整个的零售业 我就占1% 美国的零售业 我就占不到5% 你凭什么说我垄断 对 但是请注意 在美国的线上零售 它可是占到 接近50%的 所以说传统的 就刚才许教授 说的特别精彩 就传统的工业时代的 那种立法 和前互联网时代的 这种整个的法治思维 到今天该如何的进行迭代 如何跟上整个的 这个大数据时代的 治理的步伐 这在全球来看 都是非常直观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王冠 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呢 这些大的巨头 它能力是超强的 我们比较蚂蚁和大象之间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想呢 就是说很大 庞大很有力量的公司呢 你不能让它 就是说自我规制 靠不住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 任何企业 都是任何个人的话 在利益的面前 选择利益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怎么样规制 当然它有很多的口号 有的公司讲的话 别作恶 像我们国内 有的公司讲的话 科技向善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我们有一套机制 让它 就是我们这个良法 就是我们个人心理保护法 是良法 要善制 没错 必须的话 要对它们进行规制 划出雷迟的边界 那说到这个法律方面 我们说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除了要立法 规制数据的采集 滥用行为 更要加大 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那今年的10月10号 上海市敏航区的法院呢 就公开审理了一起 非法买卖 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两名被告人 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 检察机关还提起了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因公司业务 被告人秦某 需要大量电话号码 通过网络 秦某结识了施某 施某从上家处 买来这些信息后 转手将一万多条信息 卖给了秦某 在这起案件中 两名被告人 分别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秦某获缓刑 检察机关对他们还提起了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秦某营 利用索购信息 以拨打电话 添加微信等方式 开展影视投资等业务推销活动 其行为危害到 不特定多数公民的隐私权 乃至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请求法院 判令两名被告人 删除保存在手机电脑等 储存戒指内的公民个人信息 并在省级新闻媒体上 公开赔礼道歉 同时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公益诉讼的诉请 获得法院的支持 庭审后 法官要求两名被告人 当场道歉 我对我侵犯个人信息这个罪 感到非常懊悔 然后我也在此 向我所侵犯到的群众 大众所涉及到的信息 再次向你真诚地欠毁 对自己的这个行为 非常地恶劣 然后对自己所做的所为 表示非常地后悔 对此在这里 向广大的民众 特别是我所购买的名单当中的 大众表示深深地歉意 对不起 在数据执法领域 强天管和严格的法律责任 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拿欧盟18年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也就是GDPR来看 不仅设计了罚款等处罚机制 还包括了警告训斥等强制措施 而最高的罚款更是高达2000万欧元 或者是企业上一年度 4%的全球营业收入 我们其实一直在说 大家在呼唤立法的同事 也觉得国内相应的这样的违法成本 还是比较低的 那许教授这一次的草案 您觉得它其中设置的 惩处机制怎么样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也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要加大 惩戒力度 震慑违法行为 对吧 因为这部法 就是有法可疑 有法必 就要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 让这个法律的在惩戒机制上 成为一个老虎 有牙的老虎一样 不能成为一个无牙的老虎 所以这次立法的亮点 就是加大惩戒力度 所以在这个方面 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要对违法行为进行震慑 应该说不仅有民事方面责任 行事方面也要面临相应的 行事责任 行政责任 它是一个整体 根据这个违法或者犯罪的性质 危害性加以处罚 或者是民事的 或者是行政的 或者是行事的 对 我们其实现在刚才说到 欧盟的这样一个GDPR的 这样一个条例 大家都说这一次我们的出台 可能就是中国版的一个GDPR 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 也是显而易见的 刚才许教授在分析的时候 我也在想 我说这真是管数据若烹小仙的 这个小仙吧 你火候大了 炸糊了 也不行 然后你火候不够 生着吃 这次又卡嗓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是觉得这个平衡点该怎么找 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立法管住底线 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 也要流出市场空间 你看就在昨天 我们看MI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公布的对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整个的经济增长的预测 主要经济体正增长 只有我们中国是1.5个百分之 对 别的都是负增长 我们去年是6.1 整个GDP的增速 那么在整个的新冠疫情 导致的经济下行 对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互联网企业所代表的 它的数据能力 包括最直观的就业 对 包括整个的 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确实是这个贡献 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这整个的数据 技术能力的不对称等等 这个影响和可能潜在的危害 也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说一方面如何守好底线 用整个的立法的 执法的方式守好底线 又能够不要一脚刹车 完全踩死 就留住 留下未来的这些企业 不断创新 不断发展的这种空间 我觉得这个 极者之间的平衡 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也说这个数据的开发 和隐私的保护之间 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好 谢谢两位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数字经济时代 数据信息的生产和流动 都是爆发式的 每个人的数据信息 也成为了一项 可能被盯上的资产 那如果缺乏强有力的 监管和保护 我们就可能成为透明人 便利的同时 风险不可避免 那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 呼之欲出 可以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这让我们看到了 法律颈椎技术的脚步 也让我们看到了 大数据海洋中的指南针 我们每个人都期待 一张严密的信息安全保护之网 可以让我们安享数据红利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节目 感谢盐博士两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